大家好 欢迎收看行家论股 我是林佳明 尽管建筑领域还未完全恢复元气 但IJM仍获得东海岸铁路 2亿5800万令吉的合约 本月底开始动工 预料24个月内完成 这项新合约也在大众投行研究的预期之内 在拿下2022财年的第三项工程合约后 IJM手上未完成的合约总额 维持在健康的41令吉水平 相等于2022财年建筑业务营收的2.1倍 如果以7%的税前赚幅计算 预料可在本财年贡献530万令吉的税前盈利 尽管该集团手头上的合约充足 但原料成本上涨 加上冠病疫情带来的额外开销和效率降低 可能会影响盈利表现 因此行家维持综合评级和20.03仙的目标价 请不吝点赞续 探索